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阿湯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們的頻道的話 我們這條頻道主要就是講一些國內相關的資訊 包括樓宇生活等等 如果有一些特發性的國內新聞內容 又或者我們香港未必看到的一些新鮮事物 我們也會馬上製作影片通知大家 如果你看完覺得有興趣的也可以訂閱我們 又或者轉發給你身邊同樣對這類資訊感興趣的朋友 1月8日香港和中國內地正式通關的一個大日子 我們本身早上就去了看過在這一邊的港珠澳大橋的珠海口岸 到底多不多人過關 坦白說也都相對令人失望 因為看到其實都還是相當濫清 不過我們的人員也都在同一個時間過了來 拱北口岸這一邊 除了看拱北口岸這邊過關的情況之外 也都想看一看這個本身是整個珠海人流量 接近最高的拱北商場地下城這一邊的話 到底現時很多人士已經感染過也都康復了 他這邊一個復常之路這一邊一些相互的情況到底是怎樣 早在一個星期多之前我們就去拍攝過不同的商場 珠海的兩個華法雙刀 中山最新最大的商場我們都去過 可以看到其實在當時爆疫期比較厲害 即是說12月尾那段時間 真的挺少人出來的 哪怕你是接近聖誕節的時間 本身應該是有點歡樂氣氛 但是也是很少人的 不過這次我們看到來到這個地下商城這一邊 其實雖然回復不到所謂一個疫情清零時候的階段 又或者是疫情前 整個商場很多人的 看不到那麼旺的景象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現時這個人流量等等 已經是踏入一個復常之路 即是說開始的人康復了 出來了 又或者一些即使未感染的人 可能他們都沒有之前那麼害怕 因為看到身邊的人中了之後 可能都是有幾天不舒服等等 熬過了之後仍然是要繼續生活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可能也不需要很之前那麼擔心 那麼見到很多身邊的人都能夠在很短的時間裡面康復了 他們也都會再出來 所以你看到現時這個珠海拱不口岸的地下商城的人流量 正正能夠反映到珠海這邊的人 又或者由澳門那邊關口過來的人 對於現時走出街了 你吃東西買東西等等的一個消費的心情 以及對這個疫情到底還存不存在一種恐懼 哪怕可能是離街都不敢去 又或者是中過之後仍然是有點膽怯的 覺得很辛苦 不想再出街住 其實看得到 復常之路我們是要走的 也都看到其實 現在這個的人流量是開始慢慢回復到一個之前正常的水平 那麼我相信 去到接近春節假期的前後 整個商城是會比現在更加黃的 因為大部分人都已經接受了 開始跟這個疫情共存 中了的人也都走上復常的道路 而在我們早幾天的影片裡面 其實都有一些觀眾留言 可能他身處深圳 又或者深圳有一些朋友 也都去了商場拍攝了片段 他就說深圳那邊 那些商場已經開始復常了 開始人流多了 那麼我自己相信 去到現在一月上旬 去到一月中旬 其實中國各地的城市 都應該是走上這條路 就是疫情前正常生活的道路 希望今年我們 香港澳門也好 中國內地也好 也好 台灣也好 大家的生活能夠如常進行 過回去疫情前一個正常的生活步伐 最後都在這裡為我們的業務呼籲一下 若然你是想到國內看樓的 衡量很風險之後 你是絕對可以跟我們去看 當然你說想等到二月打後的時間 才去看都完全沒有問題的 今集的內容就來到這裡 有什麼意見要發表歡迎留言 和大家說 又或者有不同的查詢 都可以找我們 來 下條影片再見 還有你可以電話先聯絡我們 我們承諾一定會盡快提供各下所需的資料 和解答你的疑問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 曾得最理想的安樂鍋 以至是投資物業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